人救主升天时,神使他救职,进入属天的职势。 主以备利为主,为基督,做神的受高折,来完成神的使命。 升天的基督,做万有的头,乃是向着赵会,传书给赵会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,大家平安喜乐。 我是台北市来的刘章碧真姊妹。 感谢主,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, 接受恩典的教义而被成全。 希伯来十二章二十八节那里说到, 我们既领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,就当接受恩典。 借此得以照神所喜悦的,以敬虔和畏惧,侍奉神。 接受恩典是要被成全的。 三年前,我弟兄突然的离世,孩子也都成家不在身边。 对不起。 孩子也不在身边,我整个人落入了黑暗中,活在困惑与惊恐不安中。 哎呀,对主啊,更是心冷淡,临疲惫。 主啊,我不断的问主,主啊,你在哪里啊? 主啊,你为什么不叫我啊? 我的主不见了,他也不理我。 来到了壮年班,在训练中有圣经纲领的课程。 帮助我重新的回到主的画面前。 在一次分组的导言背奖,彼得前后书的主题,纲目,还有言入经文的时候,主的话在我的里面突然亮了起来。 让给我看见,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的恩典。 所有临到我的苦难都是恩典的化身。 我当接受恩典的教义,是这神圣属天的光,照亮了我心中黑暗的角落。 使我的心思得了更新,也抚平了我心中的伤痛。 和背腻,是恩典折服了我,使我的心在得温暖。 使我的灵在复苏。 主啊,感谢你,使我能再爱你,主啊,能爱你更胜。 感谢主,他带我完成了这一年的训练。 陪我经历了享受了主那凡真的恩典,主般的恩典,真实的恩典,以至于洋溢的恩典。 使我有力量能够同众圣徒,享受主的大爱,使神的丰满得以显明。 主啊,今后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,过每一天。 主啊,我愿意答应你的呼召,做个得胜者。 主啊,真实愿意,快来。 谢谢。 弟兄姊妹们,愿你们康壮有活力。 我是沈徐璐姊妹。 以福所书六章十七十八节,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,时时在灵里祷告。 来到壮年班,一天三次定时祷告。 养成与主亲密的生活。 不久前,学员们出外开展一周,我被分配在南投市召会。 每天两次出外叩访,发福音单章,还要传讲人生的奥秘。 还要走上好几个小时。 哦,主啊,我就向主恳求。 主啊,你是知道的,我已经七十五岁了。 我动过七次大手术。 现在的这两条腿啊,还是人工宽宽骨的腿。 你若怜悯,求你把那个平安之子啊,带到我的面前来。 说着说着,迎面来了一个骑单车的人士拦住他,听他的口音,好耳熟啊。 我就问他,你是从哪一省来的? 他说,我日中大城岛来的。 从大城岛来的,那么谁把你带撤退出来的? 哦,是沈志玥先生。 啊,沈志玥啊。 哦,两位佩达,立刻告诉他,他就是沈志玥的太太啊。 感谢主。 哦,我们带他读人生的奥秘。 传讲人生的奥秘。 带他呼求主名。 约他第二天到会所来听福音。 第二天,果然他来了,而且是第一个受敬啊。 听说,他周周都来剥饼,成为长存健康的果子。 哦,感谢主啊。 谢谢主啊。 我这么简单的跟主祷告, 主就把他,把我弟兄的部下,带到我们的面前,也带到神的面前。 哦,今后,我愿意继续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 与主同工,为主得人。 哦,哈利路亚,荣耀归神。 我们需要天天经历这传书, 让这传书在里面不断的进行。